而今天呢也是前瞻计划工厅会的第六场了 也是最后一场 而六场当中呢 嘉义县长张花冠就出席了三场的工厅会 不过在昨天他要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遭到了反年改民众推挤阻挡 他呢是愚出惊人的说 自己的双风被挤到垮下来 当然这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一身咖啡色小洋装 嘉义县长张花冠亮丽出席前瞻工厅会 不过前一天军工就要为立法院 张花冠说自己的双风被挤到垮下来 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他没有垮就好了 那有吓到吗 昨天有被吓一跳 我从来没碰过那种情况 不想再提双风 但县长对地方建设可是很有意见 尤其是前一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工厅会表示 各县市应该在前瞻计划中自筹配合款 听在张花冠眼里比登天还难 自筹款对我们来讲就是 即使我敢做梦 我连买彩券的钱都没有 我不敢批评 他因为台北市长我也没当过 我也不知道他的财政 等我有一天有机会来当台北市长 可是我不知道台北市长 也没有这么漂亮的 我也不知道 要贴龙市长换人当 不过苗栗县长可就没这么乐观 之前才发生过县政府发布出心血的窘况 如果苗栗真的得自筹配合款 前瞻还能做吗 我们看中央的他的这个决策是怎么样 我们会尽心尽力来争取 前瞻工厅会最后一成 各县市经费如何分配 还是卡在结构问题 行政院能不能在8月顺利展开计划 仍有变数 欢迎视频 欢迎视频